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应被记录的还有投入的前数和被使用的间隔时间 目前SCP-261每24小时只能使用10次 并且每次消费不能超过500日元 被批准的实验不在此线 从SCP-261处获得的物品应在使用前 接受站点健康与安全职员的检查 为执行此规定的人员将需为其对基金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负责 被认定是危险的或对研究有帮助的物品 将被站点安保人员没收 并会给予等值的经济赔偿 描述 SCP-261是一台没有窗口的巨大的黑色自动贩卖机 右侧有一小快键盘区 SCP-261回收自日本横滨 一次关于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的都市传说 魔法贩卖机的调查 使SCP-261引起基金会的注意 SCP-261被发现于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后的小巷中 上面贴了一张用日文写的故障中的纸条 SCP-261没有任何型号特征 也没有当地人记得它是怎么被运到当时位置的 SCP-261的内部看起来是一台用来卖食物和饮料的普通贩卖机 用一把自制的钥匙打开它的前盖后 在里面没有发现异常物质 并且确认SCP-261中从来没有装入任何食物与饮料 即使键盘在连接及操作正确时 也不会启动任何内部的配极机制 当前被放VSCP-261并在键盘输入三位数的号码时 SCP-261将售出一种随机物品 SCP-261不接收预言以外的任何货币 被拒绝的货币会被放在退币口 为之这些物品如何出现 原来SCP-261在门被打开 或许有机物设备放置在旗内时不会运行 输入键盘编号不影响物品售出 也没有发现任何规律 物品总是某种形式的临时食物 并且通常有明亮和引人注目的包装 SCP-261可以在没有外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 但此时的操作会导致比通常更不稳定的交易 如果SCP-261在短时间内被使用多次 或一次投入大量的金钱 它会卖出怪诞的物品 虽然人是食物 但它们经常不适合人类使用 在第八次实验中买到的物品记录 每次投入800日元 间隔两分钟 以连接电源 零卡可乐 一罐无糖可乐 英文包装 奇多 一小袋奇多零食 英文包装 Black Bag 一条含咖啡应口香糖 日文包装 烟烟 一个烟烟排的追一桶冰淇淋 覆盖着桃子糖霜 日文包装 明治公司没有生产过这种口味 白饰 盘龙 一罐白饰可乐 有一种水果味 英文包装 口味被证实是火龙果味 白饰公司没生产过这种口味 黑可乐 一个透明塑胶罐 日文包装 里面的液体是透明的 当打开时 液体似乎于空气发生反应 然后在几秒内变成深黑色 它的颜色看起来就像滚滚煤烟 并且无法被还原 液体的味道被描述为 就是可乐 但很辣 迷你面包坊 一个棒棒糖大小的绿绿色饰管 英文包装 拧开盖子后 一团面团状物质冒了出来 面团中含有数种无法确认的煤和细节 与空气接触后 面团开始自动发酵和烘烤 在此过程中消灭内部维生物 最后成品为一个重250公克的圆面包 品尝起来味道不错 但不易嚼烂 柠檬格 一个装有水和12盒的厚塑胶袋 袋里附了一个塑胶管 荷兰语包装 根据袋上的使用方法 把塑胶棒像荧光棒一样折断 袋中的液体被填成蒸汽 从袋上部出现的一个小孔排出 轻微烫上一个研究员 沸腾持续了38秒 袋中的格已经煮好 并被调味成淡淡的柠檬味 据调查 此种格为尚未发现的物种 未知 一个装满混合颜色小脚椎的沙网袋 未知语言包装 脚椎很硬 尝起来很糟 味道和硬度与粉笔相似 当置于热水中时 椎体展开 放出一团快速溶解细线 把水染成和椎体外调相同的颜色 水的味道没有变化 淡化验显示水中的矿物质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成分激增 同时出现数种未知矿物质 经发现 这些成分符合成人每日营养推荐摄取量 饮用磁水的研究员报告说 在饮用两小时后步步绞痛 但没有其他副作用 未知 一个侧面有一个玻璃窗口的铝盒 顶部有一个大圆按钮 未知语言包装 盒子为无缝包装 里面装满了很小的 覆盖着毛皮的圆形生物 每只个体长有三爪、毒眼 按下按钮会使河内快速伸至高温 活泼内部的生物 烹饪过程中能听到隐约的叫声和抓饶声 1分30秒后 浅盖打开 可以取食里面煮好的生物 在没有别的研究语言详识的情况下 它由Kan Pesos Kro博士自愿品尝 味道被形容香脆可口 十分辛辣 有点牛肉味 未知 高、细的铝罐 未知语言包装 开罐会导致内部液体发生化学反应 液体似乎不能在负养环境下稳定存在 它剧烈的爆炸 导致包括两名研究员死亡在内的数起伤亡 实验中止 清空区域 实验区域内被注意到残留有柑橘的气味 并持续了数天 实验日记261 花费金额1000日元 AICP 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四床糖果机器人 一个小袋子 里面有各种混合零件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组装起来 制造出微型的糖果机器人 一旦完成 糖果机器人会开始自行移动約2分钟 漫无目的地走动和撞上东西 很甜 未知语言包装 花费金额250日元 AICP 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苹果炸弹 物品最初看起来是一袋普通苹果 尽管它的颜色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如紫色、橙色和白色 然而任何对苹果的物理伤害都会导致其剧烈爆炸 使周围区域被一层厚厚的可使用服装物质所覆盖 服装物质的味道取决于苹果的颜色 不过都是水果口味 花费金额500日元 AICP 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糖果子弹 一只装在半透明袋子里的C-D75B 9mm口径手枪 包装上会有几个微笑的人被枪杀的图案 英文标签写着老套的纽约克的鲤鱼 蛋夹里的子弹被发现是由一种类似冰糖的物质制成的 不过完全可以作为普通弹药使用 物品被用于射击受试者的脚 除了普通枪伤带来的疼痛和创伤 受试者闻到浓烈的薄荷气味 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子弹在受试者的血液中溶解了 无需进行手术移除 尽管很难咀嚼 这把手枪本身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味道为百香果味 花费金额400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次元甜甜圈 一盒色彩鲜艳的甜甜圈 标签为西班牙语 甜甜圈中心的洞有一次元效应 甜甜圈断开后此效应消失 当测取甜甜圈时 有小物体从洞中掉出 物体的变化取决于人 甜甜圈和时间 有记录的物品包括小糖果 水果片 拼图 各种弹药 血液 汽油 各种未知昆虫和人类的手指 King博士 花费金额1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一颗种子 测试显示是苹果种子 花费金额2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两颗种子 也是苹果 花费金额3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三颗种子 还是苹果 花费金额1,000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1000颗种子 在当天晚些时候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每次都是苹果种子 King博士收到了许多投诉 称他弄坏了这个SCP 这台机器被独自放置了一整晚 隔天早晨由另一名研究员进行实验 花费金额300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和平女神 用棕色纸包裹的极块小点心 标签上有过时的日文和大量的英文外来词绘 蛋糕是巧克力的 有点浆果味 女性受试者使用后会立即开始月经 提早了一周 花费金额1000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品课 物品看起来像普通品课 酸奶油洋葱味 外表上唯一不同的是 上面的吉祥物有红色的皮肤 呈现出一种模糊的恶魔般的表情 物品被给予一个第一级人员 当盖子被打开或弹出时 受试者会无法控制地开始吃洋芋片 此外 他好像是个无底洞 因为受试者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 速度毫无变慢的迹象 未发现此洋芋片与正常平刻的区别 这是第二个接受测试的人 第一个受试者在接到停止的命令后 人在进食 只能把洋芋片从他的手中抢下来 名字 King博士 花费金额300月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300颗苹果种子 无论是King博士 还是被King博士委托做实验的人 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这也可能会成为该机器有部分知觉的证据 King博士 花费金额 10万日元 SCP-261是否通电 是 物品描述 10万颗苹果种子 它们显然很好吃 进一步研究显示 它们含有 克德 2009年9月10日 对未接通电源的SCP-261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以了解要多久的机器会开始贩卖古怪的物品 为了安全 所有的物品由低解人员进行测试 花费金额500余元 SCP-261是否通电 否 物品描述 一罐写有 百事林卡可口可乐的饮料 配色似乎是可口可乐 和林卡百事可乐的组合 低解人员报告说 它藏起来像百事和可口可乐的混合物 有明显的阿斯巴甜的味道 一开罐上的成分表 显示了百事和可口可乐的混合成分 未发现特殊效果 花费金额500余元 SCP-261是否通电 否 物品描述 一罐较大的罐装玉米 标签显示和普通杂货店里卖的一样 打开罐子 发现里面有融化着热奶油和两个矮小的玉米芯 罐子外表摸起来并不热 物品被正常地使用了 奶油以正常的速度冷却下来 之后的报告显示 低解人员因肠胃疼痛而死亡 试点显示它的肠道里有爆米花 花费金额500余元 SCP-261是否通电 否 物品描述 一个没有标签的东西 外观看起来像MK2手榴弹 作为预防措施 疏散了实验区 低解人员在监视下拿起了物品 看起来是安全的 物品被移动到一个防爆室 低解人员被要求移去插销 投擲并撤离 对象无奈地答应了 物品在防爆室的角落炸开了 留下一团糖和一些高速的碎片 防爆室里布满了厚度不一的砂糖 墙壁里牵着几块碎块 有明显的甜味 未发现有害效果 花费金额500余元 SCP-261是否通电 否 物品描述 一个6英寸大小的SCP-682 从贩卖机出来后 立刻唱起了理法师合唱 戴着凭空出现的帽子和拐杖跳舞 无法确定合身的来源 附近的安保人员对着这个小雕像开火 子弹被它吸收了 无法伤害到它 雕像停止了跳舞 约两分钟后音乐停止 物品未被使用 测试显示它是由焦糖制成的 进一步的化学分析表明 焦糖被大量的生和并麻毒素污染 物品内还有完整的9mm JHP子弹 显然愈合的伤口未能移出子弹 以上就是SCP-261 简单的说 SCP-261是一个自动贩卖机 会在投入日币后 贩卖出不同时空 甚至是异常的零食饮料 在不插电时 则会出现更奇怪危险的商品 这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SCP 这个SCP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大量的时间记录 光是有被翻译的部分 就有4万多字 而且都很有趣 因为全部做影片会太长 这里只挑了一部分来做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